六月份 我们国内旅游的总消费额下降 百分之八十六 而金门跟马祖零 这个收入是零 所以呢 我受到这个帛琉2.0版 这个泡泡旅游泡泡的刺激 还有澎湖说要解封 陈志忠说我要罚你 我受到这两个案子的刺激 我其实昨天在我脸书上贴了一个构想 为什么 如果我们把马祖金门 澎湖绿岛跟南宇 把这五个旅岛 不要看成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把它看成是独立国家 那我觉得这五个旅岛 作为旅游泡泡的目的地的条件 不会比帛琉差 距离近还有一趟旅游来回 大概两万块钱以下 可以打理 去帛琉大概要五万块钱以上 然后你所有旅游的消费的金额 都是我们自己国人享受 不需要分一大部分给帛琉的旅馆 所以这个条件是成熟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五个地方 现在是他们到目前为止 因为心里头住着一只很大的心魔 他们其实很害怕 我们台湾有很多山地的那个部落的旅游的景点 他们甚至拉了布条 说你不要来 我们不欢迎你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心病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五个旅岛 第一 他们已经清零很久了 第二 他们的第一季的这个覆盖率 大概都在七十到八十左右 他们人不多 所以你如果赶快加强第二季 我觉得也不要几天就可以完成 第三点 因为你要去这五个旅岛 只靠飞机跟船 你不能游泳去 你陆地也没办法去 所以他们对这个边境的这个快塞 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很熟悉了 所以他们这五个地方 而且都是国民党的 都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 我要对你的话加上一些注解 这五个旅岛 你以为他欢迎我们去吗 他并 这五个旅岛不欢迎我们去 你不要误会了 因为你跟柏流的状况是不一样 你不要急嘛 你不要急 因为他们现在是我们台湾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连累了他们 因为陈思忠对大家的洗脑教育 他们也接了嘛 你觉得有道理吗 他们今天如果不是中华流的一部分 他们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它看成本岛 去那个地方的旅游泡泡的目的力 那同这五个地方要完全解封 完全解封就是什么 不戴口罩 餐厅内用没有没法做 不要隔板 就完全过正常的生活 然后我们台湾去的人 起码打一剂 然后落地的时候 快筛要阴性 这样的话他去那边 五个地方玩的静心 然后回到本岛 再回到原来的生活样态 不需要隔离 试试看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他开始说会反对 你试试看吧 好吧 因为如果 因为我跟这几个 至少有几个里岛 我很熟嘛 我要举例我要去马祖 我说我刚好去 在国内我去马祖 马祖说你 所以他也不要来 所以他也不要 对不对 听我讲 因为 帛琉的人是 每个人都打了两句 我们那些里岛 他有覆盖力相对比台湾 比台湾本岛要高 但是 但是 还是很低 第二个 他第二局根本没打 所以那些人 你以为 你想要去 可是他人家并不欢迎你 我 我刚才在私下聊天 陈思忠 两点钟开的武汉肺炎 其实真的不要开 他应该 我提出好几个问题 其中两个问题 他应该要回答我们 第一个 为什么台湾的死亡率那么高 这个问题 现在台湾审 从5月10号以后的统计数字 死亡率是5.5% 非常的高 5月10号以前是很低 这个问题要回答 第二个 疫苗的 从日本进来的 第一批的死亡率 为什么那么高 这两个问题 你不告诉大家 日后大家再打疫 大家会害怕 第二个 第二个 餐厅为什么 你看关的关 尤其是越大的饭店 关的几率越高 因为他的营运成本 实在太高 房租那么高 大家就怕 我刚才讲 这第一个问题 就是死亡率太高 大佬回答你的问题 你想要去 尼岛玩 人家并不让你去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